游淑慧 動算 游淑慧 動算 手拉著手大聲呼喊動算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在黨部主委黃呂錦茹 以及同黨議員陳兵甫 張思綱 陳崇文 林信兒的陪同下 正式宣布投入台北市第二選區 士林大同立委選戰 對決民進黨議員王世堅 游淑慧表示在艱困選區 挑戰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當然是困難的決定 但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力 他相信透過團體戰 一定會打贏這場選戰 當然到一個最艱困的選區 挑戰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對我來說需要很多的勇氣 但是我常常說 狹路相逢勇者勝 勇者相逢智者勝 這一場選舉 我們不但需要勇氣 而且需要智慧 更重要的是 我們需要眾人之力 今天我們國民黨的大同士林的 不管是在地的議員 在地的我們婦女團體 以及民眾服務社 還有區黨部的主委 都來到現場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宣誓 我們要讓大同士林 有一場不一樣的元素 不一樣的改變 昨天世堅大哥說 他在大同已經20年了 是的正因為您在大同已經20年了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 你做得了什麼 其實大同民眾都已經知道 大同區 市林區如果想要新的改變 新的變化 我們就需要投入新的元素 而遊俗會就會是大同士林新的元素 我會全力以赴 對於大同區的觀光發展 以及市林區的設子島開發案 遊俗會表示 會用專業與認真 給大同士林朋友一個不一樣的選擇 投入這個選區 不是只是想為國民黨多一席席次 而是想給大同士林的朋友 可以多一個選擇 一個比較 過去我在台北市官傳局服務的時候 其實業務接觸最多的就是大同跟士林 不管是商圈的接觸 或者是年度活動的籌辦 或者是迪化街URS再生這個運動的推廣 我都有參與 所以我看著大同區的蛻變 至於說 市林未來最重要的設子島開發計劃 我在一個月前也安排了市府進行專案報告 過去這五年 我還持續一直在爭取推動 民生系子縣台北段的這個進行 柯市長雖然當時把他擱置了 但是我們謝謝蔣萬安市長 重新再加碼的趕緊推廣推動這個計劃 我們知道這個民生系子縣台北段 起站就是大同的這個大道成 而偽站就是我們內湖的東湖站 我未來希望盡速的推動民生系子縣的這個開工以及規劃的通過 端起內湖跟市大同 另外對於王世堅稱讚他財貌雙全 又是惠則回應王世堅是志勇雙全的真男人 昨天聽說世堅大哥送我四個字是不是 財貌雙全 那我也要送世堅大哥四個字 我覺得他是志勇雙全 因為我每次看到他在那邊想要送什麼禮物 真的覺得他的腦袋非常的靈活 非常的聰明 而且看他每次跟人家對 大家記得世堅大哥印象最深的就是 願賭服輸 不管是跳海啦 高空彈跳 所以我想世堅大哥是一位志勇雙全的真男人 那我也希望說他現在每一次看到我都可以送我一份禮物 請大家幫我轉達我的願望 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盧表示 游淑慧就是國民黨的騎兵 派游淑慧挑戰王世堅 將成為所有選區最迷人的戰場 以後的日子就這段選舉的日子 大家可以看可以發現 說這一區會因為我們游宿會的投入來挑戰 王世堅會成為我們所有選區裡面最精彩 還有最迷人還有最受瞩目的一個戰場 保證我們各位媒體你是先生 常常有精彩的新聞 那麼可以來採訪 那這一區呢就是原來是我們國民黨列委最艱困的選區 但是在2022年的時候 因為蔣萬安投入參加市長的選舉 所以呢已經大大的攪動了我們士林區 跟我們大同區的這個戰場 也給我們呢有了一個不同的戰略思維 那游宿會他本身的充盈他的歷練還有他的視野 最重要是他的活力跟戰力 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常常講的就是我們要 出起自盛要尋找騎兵然後呢我們才有辦法來打贏這個勝仗 所以游宿會就是我們的騎兵我們對這個部分呢我們充滿了信心 現場力挺游宿會的四位議員也表示將全力支持把地方的聲音 傳給游宿會讓游宿會順利當選 那其實他在前一陣子也來找郭寶寶寶討論過 我就很鼓勵他因為依他的實力不管是問政的表現 還是他平常是在地方上的服務呢 在我們這一區包括士林的部分絕對可以獲得這次的勝選 那我非常的高興啊 蘇惠能當我們這邊士林大同來選立委 因為對司剛來說呢就是可以連成一氣 從北投士林大同呢就翻轉整個國會的開始 就從這一區開始 民心思變現在的民心已經不容許民進黨在囂張阿拔下去 所以我們有信心打贏這場選戰 所有的議員一起來輔選 我們把地方的聲音傳達給游宿會 相信在這一次的選戰中我們一定能夠贏得 我們贏得我們士林還有我們大同 大家選民的支持 對於內湖南港游宿會表示 團隊和他都會繼續服務 國民黨也會用聯合服務來協助參選港胡立委的李燕秀贏得勝選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我們現在的候選戰 如果他會這樣做的 我們去找一位